一鼓作气 出发 开箱寻宝 多多益善 大家要跟上啊 吓我一跳 有什么事吗 我们想要你手上的预牌 我排了半天队 怎么可能跟我手上人 居锐木可是我的梦想 想要 没门 行吧 你说的好像有点道理 好呀 没门 哈 你在说什么 猎龙子敢不敢跟我的手下比划比划 来着 怎么你 饶命饶命 给你们就吃了 这就是玉牌 看来以我们的实力 赢下预选赛应该没有问题 总觉得良心有点痛 哎呀 我们是凭实力说服的他 他是自愿让给我们的 不过 只有一个参赛名额 风险还是有点大 我们最好再拿到一个玉牌 我和克拉里都参赛的话 会更保险 哎 你这是不相信我 还是不相信你自己 我都很相信 说到底 只要抱着以生命为代价的 绝物去战斗 不许说那种话 嗯 你可能已经不记得了 有一次某女训练中 你意外受伤 昏迷了整整两天 怎么会不记得 我还记得睁开眼后 你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 哦 笨蛋赫莉亚 你也想用装睡的方式 逃过写报告吗 那招已经被我用了太多次了 但我可能没有对你讲过 看着昏迷不行的你的时候 我的心情是怎样 你也清楚 任务中存在各种各样的风险 我们在任何时间都必须保持警惕 随时准备 随时准备牺牲自己 来换取任务成果吗 那时候 我没有像老师们一样坐立不安 我只是坐在你的床前 莫名其妙地想起来 启罗老师讲给我们的故事 难道是 不 不是指偶像培训 是第二次崩坏时的雪狼小队 在那次战斗中 启罗老师的队友纷纷离他远去 只留下他一个人 承受着没有尽头的孤独 他讲了许多梦想和希望的话题 却从没有跟我们描述过 他当时遭受的痛苦 如果一个人独自跨越了时间 却离自己真实的同伴 家人越来越远 他会怎样 克拉利 没什么 总之 赢下比赛的办法有很多种 我们不需要把以生命为代价 挖在嘴边 好 我答应你 原来有一个正经又喜欢说教的搭档 是这种感觉 哼 这样吧 如果赫利亚输了 就必须抱着我的大腿 叫一声克拉利姐姐 不然我才不会把你带去瑞莫 你以为我会和你一样吗 等等 克拉利什么时候做过这种事 没什么 一些赫利亚学不会的生存技巧而已 走吧 我们还需要得到一张玉牌 时间可不多了 那就去琥珀街怎么样 一般来说 那里是狼球最热闹的地方 遇到拥有资格的人 概率也更大 嗯 出发吧 谢谢 这是什么情况 嗯 嗯 嗯 这是什么情况 就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